在黎巴嫩滞留了第11天之后 昨天大使馆终于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消息 有安花笔 我们现在出关已经到达马头了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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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两天起他们应该是基本上一直没有休息 给我的感觉很多时候联系的时候 感觉能看得出来他们感觉 感觉出来他们已经很疲惫了 但也是给我们吃定性玩法说 肯定是就是让我们所有人也都安全撤离 我也给所有人都说 我一直和事关保持着联系 大家可以放心 战争开始以来我就属于项目上那种 基本不太害怕的 也是吃下饭睡得着觉那种 因为我一直很相信咱们祖国 就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在外的华人华球同胞 包括过海关 过安检等等 每个环节都有我们的使领馆人员在那帮忙 然后特别是我们的大使跟参赞 都已经在东西口里边等着我们的到来 然后跟所有到来的我们的工友都握手 然后也跟我们都说 大家安心有祖国在 大家都不要害怕 飞起来了机长讲了一句话 他的开头的依据是这样说的 他说经过中央国务院的协调 委托我们公司来接大家 从大家踏上飞机的这一刻 我们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们的祖国务必强大 这是他的开头 他讲出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整个机场全都非常热 大家都跟着鼓掌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